这个男人是光绪他爸纯行王 一个有名无实的太上皇 压在他和儿子头上的是慈禧 自打儿子被报警公当了皇上 他是不敢多说一句话 不敢多走一步路 唯恐被人诽谤了去 可这次代表朝廷从北洋阅兵回京后 却放飞了自我 此刻他正在楚秀宫 眉飞色舞地给慈禧交作业 阅兵官后赶 只见他手舞足蹈 太后你听我说 老臣这次开了眼 北洋惊威直冲天 海上军舰像座山 火炮威力吊炸天 一炮敌船化成烟 洋人脸面哭丧天 试问感受怎么样 大清国威高于天 大清国威高于天 高于天 纯情网唱得起劲时 还不忘和李莲英对视 仿佛在说 嘿嘿 李公公我总结的好吧 太后一定很喜欢 对吧 只见此起啊 一边似笑非笑地听着 一边在棋盘上 来回拨弄着棋子 思考着黑白平衡的落位 而被纯情网 时不时cue到的李莲英 则一脸扭捏 疯狂暗示 哎呦 七爷 你飘了 七爷 你闭嘴 太后 你嫂子 当然还有我 都不喜欢你跟那个 叫李鸿章的男人 搞在一起 你不知道吗 可兴头上的纯情网 压根停不下来 在作死的路上 越唱越嗨 治军号令哪家强 怀军北洋找红章 日本公使想砸场 怼得小村直骂娘 水师体都定乳昌 指挥阵法很有方 忠诚当属李红章 撩得微臣心荡漾 所以你就得意忘形 以师永智 慈禧冷定这么一句 把纯情网整懵了 嗯 以师永智 啥事啊 慈禧呢 也不看他 随口淫道 同邪近旅 言千帆 罗拜遗求 列己行 红飞九天 齐赞颂 历此皇屋 福威阳 慈禧的声音 虽然很轻 但却像九千个雷霆 在纯情网头顶炸响 吓得他呀 走都不会路了 说都不会话了 那是 那是陈义师高兴 绝无他意 慈禧冷笑一声 哼 绝无他意 那我来带你做一下 诗歌鉴赏 什么叫通邪近旅 你和谁通邪近旅啊 李红章吗 北洋水世 什么时候成了 你们哥俩的了 你又打算 怎么个红飞九天 哎呀呀呀 纯情网府 容不下你这个 真龙天子了 咱们的妻 也要冲销而上了 纯情网一千张嘴 也说不清啊 扑通跪地 结结巴巴 爆出参考答案 嫂子你别误会啊 我跟老李是清白的呀 同邪近旅 是 是 是说当时阅兵的情景 红飞九天 是我大清国 我为 慈禧呢 又是老调重谈 你怎么狡辩 是你的事 虽然你是原创作者 但是呢 最终解释权 还是我的 我劝某些人啊 搞明白 不要以为儿子 当了皇帝 现在又亲政了 就想着跟李鸿章合伙 打歪竹叶 纯情网 本来吓得够呛 加上慈禧这么一句 不由得急火攻心 连同肝病发作 垂胸顿足 蹦出一句 列祖列宗在上 奴才绝无不成之心啊 就瘫软在地上了 李连英向前 发现纯情网不行了 慈禧呢 一脸嫌弃 刚说了两句 怎么就这样了 呵 亏你好意思说 你这两句分量多重 心里没数吗 光绪他爸 纯情网 快不行了 他躺在床上 细弱油丝 面色蜡黄 眼神已经没了光 突然 他费力地抬起手 陡嗦嗦 指向一幅字 他原创的 纯情网加训 福晋呢 毕竟是多年夫妻 最懂他 知道他最不放心什么 于是 一把拉过 还没成年的宰风 气不成声 快 快背给阿玛听 宰风呢 听话地跪下 一字一句背道 财也大 财也大 后来子孙 货也大 若问此理 是若何 子孙钱多 胆也大 天阳大事 都不换 不葬身家 不肯罢 财也少 财也少 后来子孙 货也少 若问此理 是如何 子孙 天上 财也少 纯情网 恨别了人世 他要告诉自己的后人 咱们家的后代呀 再也不要当皇帝了 连王爷 也不要当 回首这一生 身居庙堂 微乎高载 谨言慎行 如履薄冰 儿子宰田 当了皇帝后 自己更是成皇成孔 如今 命丧皇权 却依然很怕 怕子孙 钱多 胆也大 不丧身家 不肯罢 正如雪芹先生所说 金满香 银满香 斩眼乞丐 人皆报 正态他人命不长 哪知自己 归来丧 信有方 保不定 日后做强梁 光绪皇帝 从梦中惊醒 他知道 过两天 就是阿玛的生日 他不知道 再过一年 就是阿玛的忌日 纯情网 一个人的死 不会掀起 大清的风浪 而真正的暗流 却已经叙事待发 男孩毕业了 女孩长大了 他们渴望已久的事 就是获得彼此的初吻 当这一切 真的要发生时 男孩突然停住了 他想起一件事 这件事 让他如梗在乎 即使动人的梨窝 渴望的眼神 含苞待放的身体 也让他难以下眼 吉野浩 是日本青年的梦想 是日本国 眼下最重要的事 有了他 就有了和大清国 一绝雌雄的底气 可是呢 他现在还在英国的船厂里 政府虽然把他加入了购物车 却下不了单 因为他太贵了 国会不同意 首相也没办法 观看大清北洋阅兵的小村公使 把大清北洋水师的强大 无限夸大 日本天皇听到后呢 当即立下了 骇人听闻的flag 民众炸锅了 让天皇饿肚子 那怎么行 那可是全体国民的耻辱啊 日本内阁借助天皇 成功把国内对内阁的不满 转移到了民族主义 国会通过了购买吉野号的提案 民众踊跃捐款 男女老幼啊 是宁可苦了自己 也不能苦了天皇 而女孩呢 别无所长 为了贡献点力量 想出了一个办法 我们很难理解 为了购买吉野号 日本的民众为何如此疯狂 花季少女 甚至不惜牺牲身体来捐款 这个呢 也是日本民族的独特之处 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啊 报恩是一个人最基本的德行 父母之恩 他人之恩 皇恩都是必须偿还的债 日本人呢 很怕欠下恩情 可一旦决定报恩 几乎是毫无原则 其中对天子的忠诚 不同于中国 在中国的道德观念里啊 忠诚的前提是人 如果天子不仁 可以推翻 而在日本呢 忠诚于天皇 是不需要任何前提的 甚至牺牲生命 身体也在所不惜 所以呢 在日本危险的军国主义 很容易滋长 不了解这个民族的人 会小瞧他 日本醉儿小邦 不足为据 而了解他的人呢 一旦被他盯上 你就忍不住后背发凉 让李鸿章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日本买回了几野号 从此 日本水师 已全面超过大清水师 日本军方呢 就差一个开战的借口 北洋水师 虽然表面威力无穷 可实际上 炮弹都没几颗 面临这样的险境 大清朝又将如何应对呢 这个呀 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 还请多多点赞评论转发 您的支持是古道更新的动力